學寫書法的原因是很奇怪的 我當了校長之後 去到很多大學訪問 尤其是國內的大學 訪問後很多時候他都會給我一支毛筆 要我簽名或留兩句說話 起初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尷尬 因為我有幾十年未寫過毛筆字 連簽名都覺得簽得不太好 所以我回來就決心要簽自己的名字 其實我起初都沒有想著會學書法 只是想著寫好一點自己的名字 當時我就想起我有一個病人是一個書法家 我就跟他說 我問你可不可以教我寫好一點名字 他就一筆一筆開始教我 寫下寫下我就發覺原來我很喜歡這件事 就這樣就開始學書法 現在接近三年了 我覺得在寫書法的時候 最重要是心要靜 因為你要很全神貫注去做 你才做到那些提案 一邊寫的時候 呼吸等等都好像要協調下去 甚至乎我的老師說 差不多好像金融的小說那樣 好像打功夫那樣 還有劍也有點相似 另外在學的過程裏面 因為我有時會去想寫些甚麼 我就會去接觸一些中國的文化裏面 譬如一些很重要的詩句 或者一些詞 亦都給我一些機會 去再認識一下這些那麼重要的詩詞 說些甚麼 譬如我自己很喜歡寫的 這個三角的一首開首篇的一首詞 裏面是講到人生一些很重要的體會 特別當你經過了一生很多起伏 很多的成敗得失之後 你會對人生有些體會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亦都很享受那種裏面的思維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作品 另外一個我自己都很喜歡寫的 就是宋代一句的 叫做橫渠先生 他所說的所謂四位句 他說是為天地立心 為新聞立名 為往性計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說話 在儒家思想裏面是一個高峰 就是說一個做學問的人 他為的是甚麼 他應該的目標是甚麼 我都很多時候一直寫這句說話時都去想 究竟一個大學或是一個教育機構 我們說培養下一代究竟我們為甚麼 其實我還是一個學生來我的 書法裏面的粗藝都是很淺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其實好像差不多是一個藝術作品 好像一幅畫那樣 它有重的地方有輕的地方 有時寫一個字是代表那個字的意思的 譬如我老師說 如果你寫一個壽字要寫到很長的 人家會覺得你是長壽 寫一個複字要寫到肥肥的這樣 腹很悶悶的 也很有趣 你不是平鋪直序地寫一些東西下來 而是裏面當中表達了一些意境 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有一個難處是其他人可能沒有 就是因為我人比較高 所以我鑽著腰寫 一會兒桌子不是太高 鑽著腰寫寫到兩個小時後 我就開始腰骨痛 但是我又很享受那種 寫那時候的那種寧靜 我有時甚至乎覺得 譬如我一天工作完了之後 開了很多個會 很多解決不了的事 頭都爆發的時候 如果我回到家攤開一張紙 寫一兩小時的書法 我會覺得那些頭痛沒有了 是因為你能夠放下你工作的煩惱 那些淡字集中精神去做另一件事 我相信可能是跟譬如有些人去畫幅畫 或者打太極都是有那麽上限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抽離你一些的煩惱 然後去專注做另一件事 如果我去外國開會 有時晚上沒有東西做 我就會拿一張一卷紙去寫 起初覺得很麻煩要拿著樽墨 因為我怕堵寫在行李箱上 但現在發現原來有一卷紙 是點水便寫到 寫出來都幾次是用墨的 而且它一陣間就乾了 所以我可以寫無限多次都可以 又不怕堵寫了那些墨 所以現在變了我很方便 我如果去出門的話 我就拿著一卷那種特別的紙 拿著一兩支筆 我就不用帶墨的 我想很多人現在全部是用電腦寫一個字 寫幾筆已經出了一支字出來 可能整整整不太記得怎寫那些字 但真真正正去一筆一畫地寫出來 其實是培養到它懂得那字本身是怎樣寫 或者它的筆畫應該是怎樣 這個是重要的 第二方面就是本身是一個很傳統的 中國的藝術 所以如果我們的年輕人 甚至乎小朋友都有興趣去寫書法的話 我相信它對於中國的文化藝術 會產生一個外號 字幕志愿者